我現在會說這套有少少造型 比較性格和個性的造型 我先讓你們看一看 這套最大的特色是中間有三個洞 開口的設計是近兩年都比較流行的潮流元素 有一個開叉的倒開叉V 我的肚子在這個位置 在一個高腰的位置開叉下來 有少少性格和個性的感覺 領位是一個大圓領 中圓領 未去到超級大 不會掉下來 這個質地是棉的質地 但其實有點像燈芯用的 表面有少少厚度 但其實裡面貼膚的位置 反而不會像外面一樣有少少無容感 我自己覺得這個厚度 你可以看到它有少少厚度 但其實不算非常厚 這個厚度我覺得是春天秋天 或者夏天不算太熱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穿得到 因為它這個位置有少少通洞 它這件衣服有兩種顏色 一種是偏向米黃 少少淡米黃的奶油白色 另外還有黑色 看看你們喜歡哪一種顏色 這個顏色會比較溫柔 比較白搭 黑色會比較個性 看看你們喜歡哪一種顏色 我現在說說褲子 讓你們看看褲子的近距 這個褲子的特別是 它的顏色比較少見 它是有少少像牛仔褲 但它又不是完全是牛仔褲 它這個位置有兩個袋子 而且它這條帶都是同一種白色 然後它後面袋 就有兩個白色的袋 然後它整條褲子是一個比較卡奇色的顏色 然後我覺得它配搭這一種 這樣的這個頭 它剛好就可以剪掉它所有的特色 然後它那條褲子 也是有這隻顏色 還有還有黑色的 它黑色一樣 它也是有白色的車線 再明顯一點 它這個也有白色車線 但是沒有那麼明顯 黑色就有白色車線明顯一點 還有它一樣是褲頭 這個腰帶位 還有袋子是白色 那後面也是有兩個 零零丁丁白色的褲袋 我覺得是蠻鎖色的 讓你們看看全身 那我現在就配搭了這個套 那我就配搭了一雙方頭鞋 還有配搭了一個有少少造型的一個袋子 那我覺得它這個套 本身因為它的顏色比較舒服 那所以我就配搭一些有靈角的一些配件 令到它的個性感更強一點 那現在你們可以看看它那個高腰位 令到它這個袋口的一個少少特徵都會出來 那另外的屁股後面就是這樣的 它這條褲的版型就是一個褲褲版型 還有它的腳這個位置也是有一條白邊的 它這條褲是直身高腰的 長度也是剛剛好 就算高一點的女生也可以穿得到 而且它是直腳 所以小一點的女生也可以改短的 這條褲褲的問題就是它也不需要擔心 它有屁股的問題 可能是屁股會顯闊這些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它是闊腳的直板型 所以是怎樣搭一搭都可以的 有一點百分之類的